大家早上好 我想接下来时间我想花40分钟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趋势 以及整个VMware 不管在全球或在台湾市场上面 我们的感觉我们会去努力的一些方向 以及我们整个新的一些创新是什么 刚刚在这个陈岳志讲的里面 他特别谈到了这个 VMware在今年被复比是选为 全球的百大创新公司第三名 所以大家实际上看到了 除了整个排名外 我们也很高兴 台湾也有联发科在榜上 因为排到前100名相当不容易 可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也碰到一些我的朋友 他们也在问 他们说你们VMware是怎么样 可以做到变成是全球的第三名 甚至包括在大陆很有名的百度 甚至现在号称在整个云服务里面 是一个相当领先的一个公司 叫亚马逊的公司都只能排到第七名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原因 所以我们上次也都有一些讨论 那刚刚这个Berry在最后一章讲到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颠覆传统 就我就把我最近在这个 跟我的一些朋友 在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的一些主题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正好这些朋友跟我都是差不多快30年的朋友 那我们实际上当初差不多同样一个时间 在台湾进入这个IT的行业 我在IT行业差不多32年 正好经历过这个趋势 这个趋势非常有意思 就当时我在1982年的时候 我进到了IBM公司 当时台湾所有的这些政府 还有包括金融的企业啊 很多大企业客户不管制造业 都开始要准备开始做这个IT的这个自动化 所以当时实际上的首选 甚至可能主要的选择 都是在使用IBM的这个 所谓的大型主机来做 因为当时觉得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比这个更好 那随到后来 慢慢在这个80年底的时候 在90年初的时候 开始出现了从前面的所谓的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趋势是谈到的 这个那时候叫做分散式的这个运算 就Distributed Computing 所以当时出来了很多像 Digital的PDP的机器啊 后来也有IBM 36 38 到后来AS400 现在叫i-Series 可主要的一个趋势 就后来出来的这个所谓的Client Server 所以当时很多的客户的要求 他们感觉到说 我现在需要有一个比较多的选择 我不希望我自己继续要跑的这些 所谓我的这些应用啊 我的资料 一定要被锁死在一个固定的平台 所以我是不是除了传统的使用以外 我可以有些不同的做法 所以当时Unix就是应这样的一个前景而产生的 当时有很多家 大概整个全球差不多七八家不同的Unix厂商 主要的差不多也有四五家 那当时的IBM当时可能当时候比较是一个落后 可后来很快 整个Power出来以后 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主导了整个现在Unix市场 那随着后来出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 大家也很清楚 那学校现在语音的时代 所以这里面我就 我们那天讨论里面就发生了一些现象 把我们那天讲的事情稍微简单汇总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我们几个那时候在聊的时候 这个世界现在真的是在颠覆传统 在我们早年的时候 在90年20年的时候 可能当时大家开始用手机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跟我同样时代用手机 那时候几乎不是用摩托罗拉 就是用Nokia 甚至当时大家感觉上 认为出了一款新的手机一定要赶快去买 就跟现在大家出来 一出来新的Apple或新的三星或新的HTC 大家可能很快就会去买 那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认为说 这两家公司会失去它这样 在手机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的霸主地位 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公司分别被Google和微软买掉 他们已经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摩托罗拉跟Nokia 已经不在这个手机的行业里面 那这是一个怎么回事 怎么样一个这么样的 所谓的一个霸主地位传统被颠覆 那第二个我们谈到 这个所谓在企业运算里面 大家可能谈到我们整个桌面 从这个早年的时候 Wintel刚刚出来的时候 到了这个后来 整个Wintel是主宰了整个企业 到现在忽然一个移动一出来以后 这微软可能一个错失掉了 一个这个商机的时候 和Intel一起 现在他们只占到不到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市场 甚至这个市场还在不断地 继续地被这个移动给侵蚀掉 不管是包括这个Android的系统 iOS的系统 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 会继续侵蚀掉这个系统 所以又是一个这个 我们认为说不太可能被颠覆掉的 一个传统又被颠覆掉了 甚至最近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的时候 我其实自己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感触 因为当时我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是负责整个IBM台湾 后来整个IBM大中华地区的 这个Unix系统 当时的Power 我们从在市场上 一个很落后地位 做到最后是整个市场第一名 甚至现在在整个Unix市场里面 IBM可能是占了一个绝对的一个领导地位 可是为什么在一个领导地位里面 这个市场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十个季度以前 还有成长15% 到后来这几个季度 都是分分双位数的下滑 那到底是技术出了问题呢 还是什么问题 那甚至包括了 最近看到这个IBM宣布说 他们开始要把整个Power 变成是一个开放 甚至他们也同意 这个Linux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他们会用Linux 配合Power的这样一个晶片的话 他们要投资10亿美金的投资 所以当时我有几个朋友说 David你最了解这个Power 因为以前你就负责这个 你觉得这个策略 我说这个策略是一个非常棒的策略 这个开放以后 让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你去创造了一个生态环境 可以让客户有更多选择 可是我说我个人的看法 这件事情可惜是在一个错的时间才做 所以大家试着回想 如果把它推回去十个季度以前 不过在整个市场上 IBM这个UNIX还在成长15%的时候 它做同样的事情 在当时市场上面会有多少的公司 会有多少的一些客户会有兴趣 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 因为客户实际上在追求 就是说我希望一方面 我很喜欢你们现有提供的 这样整个的解决方案 对我的应用和资料的支持跟服务 可在未来里面 我也想了解我还有哪一些选择 尤其这些新的技术发生的时候 现在云跟移动技术发生的时候 到底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我要去做 如果你还固守着你的传统 那可能你就会被颠覆掉 所以实际上当时候 后来我们的结语谈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们谈到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棒的策略 可是你在一个比较晚的时间做的时候 可能效果就非常有限 所以接下来其实对很多的客户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也有一些是 现在在客户里面负责做CIO 他们来聊说 现在做CIO是非常辛苦 因为面临了各式各样的一些选择 这个有这个云的来了 有可能V&A这样虚拟化技术 甚至他说也谈到 现在有很多他的本身的老板 在问他说现在这个龚有云 到底对他的含义是什么 尤其他们看到美国这个亚马逊 这样一个蓬勃发展 他到底这个东西 适不适合我们这样一个 政府和企业来使用 那我们谈到这时候 就谈到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最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例 就大家可能也看到 在美国的这样一个中情局 最近在一个项目里面 选择这个最后 他好几家投标 最后他shortlist了两家 IBM跟这个 亚马逊 所以第一个 他shortlist这两家已经是一个 大家会觉得比较意外 很少在一个传统像这么一个 比较要求很高的一个 所谓政府企业客户 就shortlist是这两家在竞争 IBM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应该是在里面 可是第二家是亚马逊 可最后更意外的结果是 这个亚马逊就居然得到了 这样一个合约 四年是将近六亿美金的 这样一个合约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奇 因为虽然我是已经离开IBM已经五年多 在VM已经五年半 可是我自己在IBM待了26年 跟IBM还有很深的感情 IBM也是我们很好的伙伴 我就去看他整个的这个分析报告 所以在网上看到很多分析以后 最后我就想借着时间跟大家分析 以及我在这里面得到的一个领悟 他这个分析报告说 他评选里面有四项重要的评选 第一项是这个技术评分 技术评分里面分别是包括了实际的展示 就是做一些POC 第二个他整个建议书写得怎么样 在这两项评分里面 亚马逊都比IBM高 第二项是整个管理的这样一个机制 这项亚马逊得分也比IBM高 第三项里面谈到的是 对安全的一个符合 那两家公司都是符合 这个中情局的要求 第四项是这个成本 亚马逊一年的这个成本是一亿多美金 IBM还不到一亿美金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惊 因为我自己以前在IBM的时候跟很多客户谈 IBM一向带给人的观念就是 我在技术管理上面应该都是最好的 可是我的价格也是最贵 这次是完全倒过来了 所以我仍然是没有办法自信 我说这个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我再回去看他的这个整个 最后他们去经过这美国的这个GSA 整个去做了一个这个评判以后 出来的一些公布的讯息 就后来才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 就实际上中情局这次的要求 不是他传统的这样一个架构而已 他是针对他新的一些需求 要去拥抱新的这些技术 语言的技术 还有移动技术的时候 他有一些他的要求 那我相信 虽然不是知道很细节 我想请IBM还是在信任他可能做他最好的工作 根据他原有的一些架构 他去提供出来一个方案 可亚马逊是完全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式 他在一个没有过去这个包袱传统下面 他完全去按照客户的需求 量身打制了一个政府语 来满足所有这些中情局的要求 所以这上面是一个最大的技术跟管理上面 他们去击败了一个 我们认为几乎不太可能在这样大的一个政府客户里面 可以击败的一个对手 可是同时另外也让我有一个更大的领悟 因为我常常也碰到很多客户在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这个开源这么流行 不管是OpenStack也好 或CloudStack也好 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好用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公司 根据他们开发了很多的一些解决方案 他说你们VMway怎么看 然后VMway你们是一个你们自己出来的东西 狗哈尔就去更正他一下 我说第一个其实大家了解VMway也是一个非常support 这个OpenStack 可OpenStack只是一个架构 在这架构里面你要去提供很多不同的功能 来满足一些不同客户的需求 今天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些支持功能 也可能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栽培功能 可能更有一些是像现在很多客户谈到说 我要开始做这个几个不同的地点资料中心 我要做这个资料中心的所谓的 这个ActiveActive的资料中心 甚至我上次不久之前在中国跟一个政府的客户 他谈到他要把全国三个这个所谓资料中心 同时做成ActiveActiveActive 那这些功能的时候 你要去在你的即使你用一个OpenStack 你要在上面去开发的时候 就回到了我这次在看完这个亚马逊 跟IBI中情局里面终于有一个领悟了 就是很多人大家以前的想法都是 亚马逊是一个成长非常快的云公司 他给大家感觉就是他一开始是用一个 非常有竞争性的价位 提供很多中小企业开始使用 然后慢慢进入到一些大企业 可他也证明了一件事 当他要满足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所谓生产环境 有比较高的要求的客户的时候 他价钱反而比IBI还贵 所以很多人的观念认为说OpenStack是便宜 这个观念其实是完全看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客户场景 你的需求决定了 你可以用哪些的方案 你的需求决定了 可能你的在市场上的一些成本的要求是什么 那这个都是我的领悟 也是我在跟很多当时的几个朋友来聊的时候 就是说那到底这些客户 我该怎么去做一些选择呢 那我需要在今天剩下时间里面 提供一些B&A的看法 而且我也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 这市场仍然会有不同选择 仍然有很多客户会去选择 使用IBM的这个所谓的主机 在台湾 我还记得我在台湾IBM的时候 台湾差不多有100个客户 使用IBM的Mainframe 现在还有30个客户 虽然少了70个 可这些客户还是很依赖着 IBM的Mainframe做的事情 所以这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每个客户必须去理解 他自己的应用 他的资料 在现在未来的需求是怎么样 怎么在这个新的趋势里面 他可以了解市场上所有的各式各样的选择 不管来自于什么公司 可能是你原有的否败 也可能新的一些公司 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开源的 然后你决定在你不同的应用场景里面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选择 可是重点一件事情 我还是一个单一企业 假设我有这么多不同选择的时候 我怎么把它管理起来 这样一个异构的环境 我怎么去做 这是很多现在客户说 我理解这个东西以后 可是我又开始有新的话题了 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很快进入到谈 为什么这个变化这么大 传统的大型主机的时候 可能你在面对是几千个用户 可能就是几百个的应用 到了我们所谓的主从架构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时候的用户已经是几百万 可能这个应用是几千 现在你在面临这个行动 移动还有这个云的时候 时代里面 你现在看到的是 可能是上十亿的用户 几百万个不同的应用 这时候你所需要的架构 已经完全改变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谈 就是说整个编维提出来了 这个所谓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 甚至这个昨天晚上我也在看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伙伴司科 在昨天晚上也宣布了一个 他的看法 对于这未来的一些做法 他这台道的是一个整个 以application为这样出发点的 一个centric 这样一个networking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资料中心 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在于 对客户了解这些不同的一些选项以后 你的应用 你的资料 未来的一个支撑平台 我到底有什么选择 我怎么选择 所以我们发现今天第一个 有四件事情 现在大概是所有的CIO 感觉上因为围绕他 他去做决定 第一个谈到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移动 然后谈到的是这个云 然后谈到的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巨量资料 Big Data 另外谈到的是这个社交网络 现在对于这个员工跟员工之间 企业里面 或者企业跟他的一些 这个生态环境伙伴之间 怎么样去做collaboration 怎么样去做协同 传统的这些工具已经慢慢失去了 在大陆现在这个微信 变成一个非常流行 甚至在我自己本身公司里面的团队 有些团队 他们现在最有效的沟通的工具 已经不再是这个公司的Email 也不是短信 而就是用微信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实际上虚拟化是一个 所谓颠覆式的创新 它彻底的解放了一些 传统的一些这个架构里面 它固定要把这个应用和资料 怎么处理的方式 彻底解放到这样一个 语音的时代里面 它可以来做 我想在座 很多都是我们很好的客户伙伴 你们已经了解VMV的 这样一个虚拟化技术 或者类似这样的技术 在整个所谓的这个server里面 已经达到的效果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客户在看 就是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平均说 大概一般的客户 大概70%它的IT支出 仍然花在现有系统的一些 所谓的支持维护上面 它大概有30%的这样的费用 可以来做一些新的事情 可是一旦你使用了虚拟化的话 忽然这样可以在这个 所谓的新的上面的支出 就到了40% 它就等于多释放掉了一些 你传统 你仍然维持原来对所有的应用 和所有的资料的 仍然维护的方式 你所需要的水平 甚至有时候可以做得更好 反而可以解放更多的一些 这些所谓的费用 那我们认为说 其实进一步 你如果能把整个资料中心 所有的这些资源 做重新的这样一个解放 用虚拟化技术来化 它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一半 你现有的费用 都可以从过去 只有三分之一 现在可以达到一半 可以来做的事情 实际上上礼拜 我们在这个北京的用户大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也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人寿公司 它的一个IT老总 就来分享它的心路里程 它就讲说 它们大概从四年前开始 在把他们内部的一些关键业务 从过去的Udix系统 开始做这个X86的转换 可做得非常不顺利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限制 的确X86上面有些功能 做不到这个事情 可后来他三年以前 开始跟VNV合作 他把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应用的这样子 所谓的Server 就Applicating Server 他开始做转换 那后来经过了两年时间 把它全部转换掉 他当时这样一个转换里面 本来也有些阻力 可到而他力排众议 去说服了他上面的老板 跟很多的用户 他两年下来 帮他节省掉了 差不多将近 三千多万的人民币 这是他的一个金额 可是他说后来 他们本来觉得 这个所谓的资料库的 这样子所谓的Server 这个Database的Server 他可能觉得 还是不太放心 可是到一年多前 他终于下定决心 他开始做 他那天就在会上 跟我们很多的客户 去分享他们的成果 他说很多人都觉得 Oracle Rack 或这些东西 可能不太适合在X86 他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完了 他做完结果是这样 他说的确 他说我用一台这个 Unix 正好是I-Beam的 570的8核 他说同样 应用一台X86的8核 他说这样保持两个 在所谓 硬体的配置上面 完全是一对一的 我甚至不用多的 这个X86设备 我来跑这个 Oracle的Rack 他最后整个performance 下降了5个% 那的确在Unix上 还是比较performance快一些 可是他费用是6个% 然后他停了一下 他说不是差6个% 他是原来Unix的6个% 所以少了94个% 那当场很多客户 就觉得非常压抑 怎么可能有这事情 那他就进一步解释 他说其实这个费用 大家忘掉 他说这不光是这个Unix 本身的这个硬体 软体上面的一些 购买维护费 他说帮一个Oracle的 这样一个所谓资料库 或Rack上面的费用 他就是有非常极大的差距 我知道在座很多的 这些客户里面 也有Oracle的这些 所谓的资料库 或其他的一些软体公司 在Unix上的收费 远远是超过在X86上的收费 这是他们定价的一个方式 所以实际上这个客户 这个是500强的客户 他说他们经过这个事以后 已经就很清楚 说服了他们上面的 这些所有的领导 他们大概预计 在明年上半年 会把他们所有的 这些所谓的资料库的 这样的Surfer 也全部给转换 然后大概预计 又可以省掉5000多万的人民币 就回到这个创新的事情 所以常常我碰到一些客户 还要问我说 他说这个虚拟的话 我们现在了解到了 这些所谓的应用 Applicate Surfer 我大概一定没有问题 这个很多资料库 我还是有担心 我说真的不需要 在我们上礼拜大会里面 包括了这家500强的金融公司 还有整个中国最大的 一家电信公司 中国电信来讲 他们整个内部企业里面 也开始把所有的 这些资料库的服务器 就是这个Surfer 也开始做转换 那这个实际上 大量的降低了 他们在这上面过去 对一些这个费用上的支出 所以接下来很快谈一下 这个今天谈的几个主要 你怎么样达到IT 就是服务的几个主要的元件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会谈到的是 这个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 那这里面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谈到 你现在已经做好了 所有的这些 伺服器的虚拟化 可接下来对于 这个所谓存储 对于这个网络 我怎么样去做 你真正的应用 和资料跑的时候 光只有这个伺服器 是没有解决问题 只有很多时候的瓶颈 还是在这个存储 跟在这个网络上面 所以只有你知道 把它全部虚拟化以后 用同样一个方式 同样一个所谓的policy 来管理的时候 它才有办法 真正达到一个 IT就是服务的这样的境界 第二个 当这样多的一些资源 都变成一个资源池的时候 我怎么样可以用一个 更好的一个 自动化管理的工具 甚至我不再是一个传统 是用IT管理的方式 我是从一个business 我从一个业务的管理方式 来管理这个 怎么做这个事情 以及我开始会想到 就是外面有公共云 其实我不见得会把 我自己本身 所有的关键的 这个应用跟资料放出去 可是有一部分 我愿意放出去 不管可能是开发测试环境 可能是我的桌面云 我可以出去托管 或者是我的一些溶灾 那这时候 我怎么做的事情 我怎么选择这样一个公共云 然后给我形成一个混合云 可以随着我的需求 实时地进或出 然后我就按照它 实际使用来付费 那这个是一个 IT就是服务的 需要达到的几件事情 所以很快找到这里面谈 第一个谈到我们这个 继续怎么样 VMware在加强 这个伺服器上面的虚拟化 所以我们这次宣布了 我们新的VMware 的FaceService的5.5版 以及我们FaceCloud 3的5.5版 那在这里面很重要 再一次我们把所有的功能都乘二 不管我们可以支持的这些密度也好 还有所有其他功能也好 我们再次把它加倍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客户 把它越来越多应用资料放上来 可更重要 对于这个Big Data 这个巨量的资料 我们开始提供了一个接口 叫这个Big Data Extension 所以所有这些跟Hadoop 主要的Hadoop的这些Disting的东西 全部我们都support 不管你今天是Godera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 我们都可以support 因为现在大家也了解 这个非结构性的这些 巨量的这些资料增加以后 传统的这些所谓的一些 资料的处理的工具 已经不能满足需求 Hadoop已经变成是一个趋势 可是Hadoop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在部署在管理不是那么方便 可是现在配合了这个最新版的 Fisher Fair 5.5 彻底的解决了客户在这上面 对Hadoop不能做大量部署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节制 现在会被我们除掉 所以我们再次颠覆掉了一个 过去的一个问题 让我们的客户可以享受 这个所谓的一个新的方式来 用Hadoop来解决它的 这个巨量资料的一些需求 那接下来我们谈到 这个所谓的 这个整个的储存的方面 这些储存大家也了解 这些有各式各样的储存 尤其现在 我想是好像选择是真的非常多 就很多客户也开始头痛 就是我这么多的一些储存的时候 我怎么样可以把它 可以总和起来应用 我有没有一个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储存的一个 资源池来做 我怎么做这个事情 这个异构我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那甚至包括现在很多 我们的一些客户在这个 做这个桌面虚拟化的时候 它感觉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这个储存的成本相当高 所以很多客户告诉我说 其实它是达到很多功效 可是它在整个成本效益上面 其实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直接 甚至可能比我传统 还继续用这些所谓 实际的这些PC来讲 还贵一些 很大一部分就是在后面的 这个大量的所需要的一些 储存的一些成本 那怎么进一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Venway这次也提出了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整个所谓的这个 Virtual Set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可以去满足很多客户的需求 那由于时间关系 而且在接下来讲 我们会做演示 我就很快带过去就谈 它这里面针对客户 现在需要需要种种 比如说在这个高可信用里面 大家过去里面 可能大家很担心的是说 我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我的一个这个伺服器 接到我的一个这个存储的时候 假设这个本身的应用 忽然一下断掉的时候就断掉 可是现在VSAN本身 它就提供你一个功能 当我在做部署的时候 你可以决定 由于这个应用本身的重要性 我可以变成是两个copy 还是三个copy 所以我在第一次在部署的时候 它就可以部署下去的时候 你在不同的这个存储里面 就具备有两个 甚至到三个copy 所以万一一个死的时候 另外一个直接就起来 所以你的应用完全不会中断 而且它更去 根据你不同需要的时候 我可以使用一些 比较高性能的这个储存 或者是使用一些比较一般性 可能在成本上 更节省的一些储存 来满足这些需求 所以这个待会儿 我们也会做一些演示 第二个谈到的这个是 所谓的整个的网路的虚拟化 其实大家很多时候理解到 就是最后在整个这个企业里面 在你的资料中心 在你跑你的应用 和你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很大最后的一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一些 这个效率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关键 是在你的网路的这个架口上面 从你的这个layer 2 一直到layer 7 那这个上面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变成很多的问题 在过去里面 它的瓶颈是发生在这个里面 所以实际上整个分研卫 在过去已经跟我们很多 很重要的伙伴 包括跟思科 做了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们在这次推出 我们的NSX的时候 它的前提其实这并不是一个 说忽然出来这个观念 其实也是根据 陆陆续续出来 我们怎么样去可以解决一些 我们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实施 已经开始实出一部分的 这个网路的虚拟化 所以我们发现 还有一些可以进一步 去解决的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 就是这张图 可能大家很熟悉 在我们几年前 都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实际上在今天世界里面 从2009过后以后 现在每一年实际的 这个增加的这些应用 和这些资料的部署里面 放在这个虚拟机上的速度 已经超过放在实体机 而且现在已经到达65个percent 我们的预计 甚至这个数字 会不停地再往上走 可能到达80 90个percent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实际上在过去里面 在所有的switch这个里面 实际上现在这个虚拟 使用这个虚拟switch 比起用实体的switch 实际上已经也在 2012年时候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crossover 在去年 整个virtual switch的 这个实际的部署 已经超过了 physical的switch 譬如说 我们跟思科合作的 这个9x1000 它就是一个virtual switch 那现在实际上 很多我们的客户的 实际的应用 它今天已经是在用 这个virtual switch 在做它的应用 和资料的所谓的 部署跟管理 可是进一步 还有在这个router上面 所以实际上 对于整个vnware 感觉上 这可能进一步 要解决我们客户问题 我们势必要把它 要上到更深的layer里面 去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做掉 所以我们宣布了 这个nsx 那大家可能现在 常在市场 听到很多这些 大家讲到的一些 这个专用名词 不管叫SD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或者另外有人谈到 我是这个NFE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可是实际上 大家想要解决 都是同样的问题 那对vnware来讲 我这边很简单讲一下 待会我们也会做演示 我们的nsx 实际上现在做法 就是帮你把应用 直接封装起来 同样用一个虚拟化方式 所以你自己本身 对于这个应用本身 甚至大家传统的时候 应用出了企业的时候 你这个防火墙做得很好 可是在企业内部 应用跟应用之间 实际上是没有防火墙 可以用了这些nsx的技术以后 我们甚至在应用本身 我们也可以 在企业内部 它本身就封装里面 就有这些所谓的 router跟防火墙的功能 已经在里面具备 所以整个应用 完全被虚拟化以后的时候 它会增加更大的效率 更多的安全 来符合客户需求 大家也可以实际上看到 当vnware 今年正式在8月底的时候 我们全球运动大会 宣布正式上市 nsx的产品的时候 已经有非常大的 一个生态环境在支持 这样一个方向 最后很快谈到 所谓软体定义的资料中心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整个工具的 所谓的自动化 大家了解 现在管理是越来越复杂 我自己在这个整个的 软件行业已经快 都过20年 我也感觉到 过去很多很多的 管理工具都相当好 你不管今天各位使用 是IBM的 Tiffle的管理工具 HP的OpenView 都是非常好的管理工具 可这些管理工具 由于它本身 它兼顾了很多过去的客户 在不同的一些 这个时代里面的需求 它也变成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软体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 为兼顾过去的里面 变成使用起来 非常的资源 非常的耗费 第二个 它成本也很贵 所以很多客户 现在开始考虑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已经开始 在打造一个新一代的 这样所谓资料中心 是一个比较云化 或者虚拟化为主 我有没有更好的 一些管理的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 变成是很多客户 在想的事情 也是对于像VM 这样的公司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在这次 也特别宣布了 我们最新的一些 所谓的管理的一些工具 而且非常重要就是 我们前面一直在谈颠覆 当我们才谈说 VM 可能是在颠覆 一些其他传统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记 自己我也有一些传统 我们可能也要颠覆 那VM 传统是什么 VM 我们一直觉得 非常的这个 做得还不错 得到客户支持 就是我们传统的 VSphere 甚至很多时候 大家讲到VSphere 现在已经市场上 是80% 90% 可是我们总要记得 这市场上还是有 10% 20% 不是 VMware 那这是在客户 实际每一天 它的使用场景里面 就在用 你今天是Microsoft的 Hyper-V也好 你今天是这个Zen也好 或者你其他的一些 这个Open Stack也好 那这怎么办呢 或者你真的用了一些 这个AWS Amazon的这个Service 所以实际上 对VM 这是很重要 就是我自己觉得相当好 甚至我是站在一个 这个比较客观立场来看 而不光是一个VM 员工 VM 有这样的一个 自我反省能力 所以在我们新出来 这个所谓的 Automation Center里面 它具备的功能 就是可以去监管 这些所有不同的 一些Hypervisors 我记得我上次 有一次还碰到一个客户 说他微软来跟他谈 他微软说 他们就是这样 他的System Center 可以管到这个VService 可以管到Hyper-V 他说这个VM 是管不到Hyper-V 那现在第一件事 VM 做到 我做得比它更彻底 我还可以管其他的东西 第二个 我就回问了客户 我说你现在觉得 到底谁比较开放 我微软的System Center 除了跑在Windows上 还可以跑在哪里 那VM 这些东西 可以跑在各式各样的Linux上面 那到底哪一个 比较符合你企业未来需求 是微软还是这个VM 所以客户直接就回到 他说David 你帮我解惑了 他说我知道 我该怎么做选择 那甚至大家谈到 还有很多 我们谈到一些新功能 像我们的Lock Inside 以及我们的ITBN 那很简单 我跟他带一下 待会我们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展示 所以第一个就是 主要的一些内容的关系 他要求几件事情 第一个我可以随时选择 我不同的服务 这可能是一个我的私有云 基于VM位架构 也可能是一个 基于其他Hypervisor的一个私有云 也可能是一个公共云 我应该随着我的 这个自己的选择 我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我使用哪一个服务 第二个 这个成本必须非常透明 就像我刚刚讲的 其实有的时候 很多现在客户的 有一个误区 以为这个 从开源上来的一定便宜 就像我刚刚举完这个例子 Amazon一定给人家便宜吧 那怎么到中情局 这个项目的时候 它为了满足所有客户功能 它比i面还贵 那这是一个大家很难想象的事情 所以这其上就证明了 在不同客户需求的时候 你必须要理解到 哪一个是你的要求 然后哪些是你的选择 你不是一定要选哪个选择 而是你要了解 有哪些选择是可以供你来选择 这才是最重要 第二谈到这个自动化作业 所以大家可以 我们简单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一个实际 我们的ITBM可以做到的功能 当一个客户 现在整个上了一个新应用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来一个界面 他告诉你现在其实有几个方式 你可以去部署这个新的应用 你可以在企业本身的私有营 正好是一个VMware 你可以去选择Amazon的AWS 这跟这企业是有合约的 你可以直接去用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Microsoft的 这个Assure 这是另外的一个所谓公共营 那每个有它的成本 甚至你可以把它展开来 发现这个成本的收费是怎么来的 因为很多时候 客户的误区就是在于 他只看到某一部分成本 他看到全部成本的时候 他可以去做选择 有的时候私有营 可能甚至便宜 倒不是一定所有时间 他有的时候可能贵 有的时候便宜 还是完全取决于 你要什么样的功能 什么样的服务水平 那这样做完以后 对于一个客户 就会非常容易来分析他的成本 我今天跑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所带来的成本 我的选择是什么 那我有更好的一个透明度 来掌控我企业 我相信对台湾现在很多政府企业 更关心 在这样一个所谓 比较挑战的一个经济环境下面 我怎么样更有效来执行我的预算 做更多的事情 那另外包括VA 我们提供Log Insight 这也是我们新收购一家公司 它是进一步提供在这样一个云平台里面 对于非结构性 我可以做很多历史资料的一个记录以后 提供一些所谓的这个资料的一个分析 就像巨量资料的分析 来提供客户更好的一个管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前面 这个陈学智也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IDC会评选 这VMW现实在 作为云端管理里面的第一名 而不是去选传统的四家 主要做管理软体出身的这些公司 那这个也是对我们那样 也是一个相当的这个惊喜的事情 就IDC有这样一个很客观权威公司 它现在评选了 整个VMW在一个纯云端管理里面 我们是第一名的提供 这样一个所谓管理的平台 那最后我们谈一下混合云 混合云的话大家了解到就是说 现在对很多客户来 混合云到底是什么 我用简单的一个讲法跟大家讲 就是实际上大家对这个 人力外包已经很熟悉 就是所谓这个Outsourcing 那Outsourcing以前是怎么发生的 就当一个客户 他把自己本身企业本身的开发团队 经过一个适当整理以后 他已经变成比较一个 有一个这个规则化了以后 不再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开发团队的时候 他开始决定 我有某一些开发 我可以外包给别人 那甚至这近年来流行 他外包以后 有时候又把内包回来都有 所以他给客户最大的自由的弹性选择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一点 不同的需求 我什么时候要增加人 我是自己内部增加 我还是外面增加 因为有时候开发环境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峰值的时候 我并不见得希望去雇这么多人 我雇这么多人 到时候在平常时间用不到 那我还得把它做一个另外处理 所以这是当时人力外包 那现在实际上 Hybrid Cloud的做法 就有点像是 它把是Infrastructure 这基础架构来做一个 给你更好的外包选择 所以对客户应该要得到的 一个自由选择就是说 第一个 我企业本身的架构是怎么样 所以外面来提供我服务的 这个服务商 即使他使用一些不同的科技 可他必须符合我企业的内规的一些标准 所以让我的应用跟我的资料 可以随时很容易地跑到他 这样子一个值得信赖安全控管平台 可随时也可以回来 第二可以根据我的成本来做 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 所以实际上现在V&A的打造就是 第一个当然对我们很大的正习客户 因为它多半都是V&A客户 所以我们打造这样一个混合云 可以满足它的需求 还有各式各样服务 可同样我们也会去支持一些 所谓非V&A环境 就像我刚刚前面谈到 我们有些管理工具的时候 我去创造了一个管理平台 也可以让你有自由进出 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 V&A你们跟亚马逊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说其实在座可能很多人 也是有跟我一样会打高尔夫 我说亚马逊就有点像是 从外到内 就是all side in 那V&A就是inside out 就我们从企业内部 理解你的合规以后 我告诉你怎么样去使用一个 你可以对口的混合云的服务商 不管是个电信运营商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服务商 可是对亚马逊就来说 你现在内部东西你全部放弃掉 你就放到我共和云来 所以大家也了解 在打高尔夫的时候 到底是all side in好 还是inside out好 所以实际上我自己感觉上 对很多的政府企业客户 他们实际上还是很难考虑一个这样子 至少他全部应用这样出去 如果新的应用 我可能还可以考虑 现有的应用是有他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很快谈到终端运算 终端运算大家也了解 就是刚刚前面Treyse也讲了 我们现在整个在市场上 非常领先一些的技术上面 其实我最近常常碰到很多客户 我也在问我 他说David 你能不能稍微比较客观讲 你们跟你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像是跟司节公司 你们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说这样子好了 我说我有一个比较客观讲法 说产品上面 我认为我们的功能比较好 不过就算大家不同意 我说我们两个都可以帮你 做解决你的问题 他说这个我可以接受 那我说第二个问题 我说你的这个企业本身 将来你是只做一些的这个连接 还是会做比较大量 就像台湾有些大的企业 可能是几千个 那可能在一些更大的企业 国外企业可能几万个 那我说你最后的这个几千或几万的以后 你最重要的这个关键是在哪里 他说其实是在后台 那我说你后台用什么 他后台多半都是fees of fear 那我说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我说如果你这个端到端是 都是这样做的时候 是同一家产品 产品功能也一样或更好 在费用上面也一样或更好 我说你为什么会去考虑用另外一家的产商 让造成你的困扰 所以实际上有个客户他也理解到这个东西 他开始了解出来说 其实他要去考虑的时候 不光是一个桌面上面的选择 而是一个整体端到端的选择 那这上面实际上对于电位来讲 第一个我们觉得不光是我刚刚讲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宏观 同时我们在一些新的功能 包括我们现在对高效啊 support 以及跟后端整合以外 我觉得非常重要在今天的时候 我希望跟大家讲到的是一个这个 我们最近一个很重要的收购 这个家公司叫Deskstone 这是我们刚刚在欧洲10月份的 这个用户大会的时候 我们正式宣布 Deskstone实际上是跟一个 FM合作很密切的伙伴 它的专门领域就是在做所谓这个DAS 就是这个Desktop as a Service 那这个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 行业里面的趋势 未来怎样整个你的终端 甚至将来你的移动装置 Device as a Service 会是变成未来一个服务 那不管企业自己本身 集团来管理的事情 或你委托给一个服务商 来管理的事情的时候 他都需要一些很完整的管理工具 可以做到多租户的管理 那实际上Deskstone就是可以 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者 那实际上他也被很多的一些 生态环境去支持 包括像思科啊 Nine App啊 VCE啊 这些Dial都是支持他 在很多电信里面也在使用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收购 也是进一步的加深了这个 B&A本身能力来回应 我们很多政府企业客户的需求 所以再次可以看到 很大的一个生态环境 所以大家会很奇怪 就是每次我们谈什么东西 我们多半都会有个 类似这样这样的图 这也是我自己进了VMware 五年半来 有一个很深的感受 就VMware是一个公司 非常重视跟 不管这些全球跨国伙伴 或者本地伙伴 去打造一个最适合 当地的客户 不管你是政府客户 或企业客户 你所需要的一些 方方面面解决方案 因为我们一个人再好 我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VMware可以支持 各式各样的硬体 各式各样的软体 以及跟各式各样服务商合作 来打造这样一个环境 来满足这个需求 那甚至在这个 可以让你整个本身企业在应用 可以更快地去满足你的需求 去部署 所以我的感觉上就是 今天主题我们谈到这些创新 颠覆式创新 颠覆这些所谓的这个传统 那这些所有的东西 我自己感觉最重要的 最后的这个重点 还是在于 我们是不是可以解决 各位客户 各位伙伴 你们今天跟未来碰到问题 那为什么VMware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大家已经看到 我们不停地也是在 自己在给自己很多的驱动力 自己要去理解 更快的市场发展需求 我们去提供各式各样 打造出来符合您需求 我们的创新 大家已经看到 不光是服务师在讲 而是我们自己不停地 在这里面做创新 从整个伺服器 到现在的储存 到这个网络 甚至到自动化管理 到混合云 甚至是一个商业模式的突破 第二个 我们有非常强的一个生态环境 今天跟所有这些 非常有名的这些厂商 不管IBM HP Cisco Dell EMC NetApp 你说得出来 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伙伴 到我们任何一个大会展场的时候 你会看到所有这些伙伴 跟我们一起非常密切 另外 很重要 我们也了解跟本地伙伴合作 所以在整个大中华地区 不光是跟中国伙伴 跟台湾伙伴 大家今天可能 在报道上已经看到 不过假如没看到 今天接下来在我们 这大会中间 我们也会正式宣布 跟台湾的这个 广达云达 有更好的一些合作 来打造一些更符合 这个所谓客户的需求 我也不光是光是台湾 甚至我们希望 能为台湾的这个安银行 也打造一个世界的 这样的所谓的一个 生态环境的一个平台 能把台湾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技术 不管是硬体的技术 不管是软体的技术 甚至一些服务的 一些模式 能借由这个平台 可以甚至销出去到 整个台湾岛以外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 整个VM会希望能做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重要 还是在于在座 以及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来的 所有的客户和伙伴们 对我们持续的一些支持 指导甚至批评 因为有的时候 我觉得批评更重要 批评让我们了解到 哪些事情我们做的 还不够好 那我们可以更加速 去满足你的需求 所以我再一次代表 整个VM公司 谢谢所有的客户 您今天的到来 以及你们每一天里面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希望继续能听到 你们对我们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褒奖也好 甚至对我们的一些批评 因为这才是我们 继续能成长的动力 那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和我们的生态环境伙伴 也能帮您的事情做得更好 我说再一次 谢谢大家来临 谢谢 谢谢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